所谓的游戏动力到底是什么? 有些人是因为建模,有些人是因为复刻, 但大多数人都是因为新盘里那几颗随时都有可能亮起来的星星。 我自己也不例外,这是20年7月7号的截图我玩这个游戏的第一天, 一开始是抱着对一个新游戏的好奇心, 玩着玩着我就发现身边的玩家普遍年纪都比较小, 慢慢的我就不怎么上线了, 8月份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云野认识了杠金, 他是我在游戏里遇到的第一个成年人, 我是上班族,他是一名中学地理老师, 我们的游戏在线时间很一致, 大多数是在晚上下班以后, 于是我俩心照不宣的基本上每天都待在一起, 8月底的时候我认识了瑞子, 于是我们就从形影不离的两个人, 变成了形影不离的三个人, 我们互相道了很多很多很多个晚安, 他说他会每天都等我上线, 他说我是他的动力, 这里我愿称之为土狗时期, 没有棉裤一个个穿得像精神小伙, 每天最期待的就是棉裤复刻, 乐趣就是在各个图抓穿棉裤的帅哥, 棉裤复刻后迫不及待地去拍耍帅视频, 拍大合照, 虽然新盘好友一个接着一个退游, 但是他们一直都在后面杠筋怀孕, 我上班也越来越忙, 玩游戏的时间也是少之又少, 但只要玩在一起就很开心, 今年五月底小木灯子出生, 瑞子沉迷摩尔庄园, 我一个人度过了一个枯燥无味的六月, 上线也不知道要干嘛, 录素材又录不到, 于是带着小情绪水了一条这样的视频, 被杠筋看到了, 他问我是不是想他了, 肯定想啊, 就在几天后, 我掐着表下班了立马冲回家, 时隔一个月, 我的动力终于回来了, 你也上线看看吧, 或许有个人一直在期待你的星星亮起呢, 云野第一片滑草大赛, 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, 我是本次滑草比赛的解说间选手, 娜娜, 由我为大家讲解一下, 本次比赛的规则和注意事项, 参赛选手尤其点起步助力起步, 然后坐下, 惯性带动身体一路下滑到达终点, 快漫游选手的滑草经验和技巧决定, 场馆各地分布各种大大小小的煽动障碍物, 如有选手不顺滑入煽动中, 必须淘汰, 终点处还有特级大风, 为本次比赛增加了难度, 下面有请我们的八位参赛选手亮相, 比赛正式开始, 本场是八进六的一个淘汰赛, 气氛一度非常紧张, 选手们一顿寒暄过后纷纷找到自己的位置, 做赛前的热身准备, 尽管有些选手看起来有些不太正常的样子, 好在比赛依旧顺利进行中, 随着解说员的一声, 选手们纷纷滑出, 奔向终点, 随时由于评估选手的失误, 对龙骨一号反超, 龙骨二号奋起直追, 正态选手脑得非常紧, 此时排名已经一目了然, 排名第七和第八位的, 白鸟选手以及龙骨三号, 遗憾止步本次比赛, 由白鸟选手担任裁判, 本次比赛由半次元独家赞助, 小半也赶到现场为光子加油打气, 看漫画就上半次元, 汇聚各种同源漫画创作者, 破裂交友着载拥有近游, 锁定光之逆子频道, 我们下期再见, 云野第一片滑草大赛, 下面是紧张又刺激的, 自强角逐, 又会有哪些选手即将面临淘汰呢, 龙骨二号选手这桀骜不逊的笑容, 看来是有备而来呢,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, 一声, 讲龙骨一号率先出发, 其他选手们好像还没有反应过来, 值得一提的是, 即使落后一大截, 评估选手依然以实力反超龙骨一号, 获得第一, 评估选手实至名归, 下面把话筒递给我们的裁判, 好的好的, 目前的结局已经非常的明显, 拿来吧你, 好的感谢裁判, 话筒呢还是回到了我的手里, 目前赛事是这么一个情况, 第五名是我们的龙骨二号选手, 龙骨二号的淘汰,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, 做龙不能太自负, 做人也是, 第六名的老头姑也到达了终点, 虽然年纪略大体能各方面有些跟不上, 甚至比赛还没结束就想上厕所, 但他还是坚持滑到了终点, 他的体育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, 次强已经产生, 淘汰然在继续锁定光之逆子频道, 我们下期再见, 杠精的家庭地位和我的家庭地位, 因为要带孩子, 杠精动不动就会挂机, 时间长大家都已经习惯了, 他挂机我们就在旁边守着, 围在一起想等他醒来给他一个惊喜, 偶尔也会调侃一下, 总的来说, 画面还是很温馨的, 我挂机的时候, 有哭嗓的, 有哀悼的, 还有陪葬的, 黑银台关水池弹道, 我甚至还有一个完整体系的领堂, 接受流水相爱的, 他挂机我手着, 他回来我就要来打, 那玩这个打, 还要那这个打, 这一直太难过了, 那玩打还不样哭, 我默默地哭, 还哭, 还哭打死你, 把快乐图满了眼睛, 放进你的歌, 把幸福装满了眼睛, 把快乐图满了眼睛, 放进你的歌,